长大想做什么?我们从小经常被人问到这个问题 而我们自己写作文,很多时候题目就是我的志愿 究竟年轻人想做什么?他们未来长大的志愿什么呢? 最近有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的就是年轻人他们梦幻的职业 从这份调查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家长又该期待跟准备什么呢? 游戏电竞选手,第二项就是厨师美食评论家 孩子他觉得他最有成就的事情就是拍美食照片上重 包含像电竞选手设计师直播网红 他都反映着他想要透过这个外在的形象去得到那个成就感 才会变成梦幻之眼 斯里达他们有没有跟你讲其实他们希望你做的行业是什么? 有吗?甚至还希望我去当空姐 我刚才想说那个照片应该要女生应该有空姐才对啊 我倒很有兴趣,你说你们列了二十几种的行业 最没有人去选的是什么? 媒体记者 我还是受到一点冲击 我觉得那些比较动良性的角色 好像在这里面并没有成为他们的思考 因为我们这次问卷调查里面还有发现 有八成的孩子他不排斥出国去工作 年轻的孩子他这种行业已经立下了一个志向 那他该怎么走?容易走完? 这几个我觉得都是挑战性很大的 就是成功几率真的是偏低的 如果他现在才投入的话 我觉得是难度越来越高的 除了这个行业 他们还刚填完这个问卷谊 应该走下坡了 对对对 哈哈哈哈 在大圆食堂不止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